Chart Room 人留言说他185元有货 他说买了四股 应该吃股还是继续持住呢? 首先恭喜 这一只我们自己都吃不到之后这些这么大棍 其实那一刻大家要留意就是有夹胆仓的情况 网上又有一群股民一起努力 其实这次就是我们经常说 股民后面应该还有另外一些对冲基金一起努力 那这次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我会这样说的 如果就着他很正经地说的业绩那些东西 我们不觉得他这么快可以升这么多 就是股值不便宜 所以如果你说持住的我觉得定止赚 可能无论多少股 我经常说定止赚要么你就撞一半一半 是的 这个我觉得容易一点 如果你说一半一半 那么你看到一号那一只太大棍 二号那只太大棍 你就拿昨天的低位做一个防守止蚀 或者止赚 或者你可以贪心一点点的 你就拿那只只剩下那只羊竹 然后一半 大概二百四十几十二百五十 来做你的止赚位 是的 好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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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